林志寅22日上午发生严重致壮车祸 好险现场有热心民众将她拉出车外 才能躲过大火消息震惊整个演艺圈 除了老婆陈若宜坚强赴院一路相反 她的大哥林志杰也在第一时间赶往医院 谈言全家现在只有一个疑问 据TVBS报道 林志杰透露全家都很好奇这场车祸发生的真正主因 表示林志寅当时其实车速并没有很快 到底什么原因没有人知道 一切有待警方释清 此外林志杰也坦言在她离开前 弟弟虽然仍处于昏迷 但确定的是状况稳定 其实昨日林志寅的弟弟林志兴 在医院即开记者会的时候 竟表示哥哥目前的伤势是相对稳定 接下来的两三天将是关键 而今日他在接到记者的电话 仍是不愿多做细节说明 说六日真的不想麻烦大家 压值低调说了 哥哥今天病况相对稳定 但也松口在跟家人讨论过后 预计礼拜一可能会对外说明 而林志寅经纪人则表示 目前还在观察中 谢谢大家关心